在座位上处理文书资料 忙碌着开始一天工作 萧小姐27岁 是一般网路媒体公司上班族 按时上班准时休假 谈到近几年讨论的周休三日议题 萧小姐这么看 在座位的另一旁 萧小姐是同事的郭先生 也是年轻的上班族 对于能每周休到三天 也表达了自身看法 周休三日近几年讨论非常夯 主要还是在于平均上班工时 根据数据统计 最近一年的平均年总工时统计 第一名是新加坡2298小时 第二是墨西哥2128小时 第三是哥斯大黎家2173小时 台湾2000个小时排在第四 算比起十年前 平均只减少了144个小时 但还是高居前短班 周休三日的呼声也逐渐出来 但上班族认为还是配套不足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比较在意的 应该是每天的工时 好像比较长一点 就是休休 休几天对大家来说好像 两天到三天这个进步的进程 好像并没有幅度这么的来得急破 就是我看到网络上大部分的人的言论是 大家都会希望还不如把每天的工时缩短 工时短一点 每天的工时这样短一点 钱块其实也是房租的一半 对我来讲是蛮多的 所以可能还是 就是觉得 不要扣这些钱 周休三日到底好不好 有网友提出数据 表示英国公布的实验周休三日结果 总计61间企业 2900多名员工参与 实验期间与往年同期相比 公司的平均收益增加了三成五 员工的离职率也减少了五成七 而参与的公司有高达九成二 愿于继续实施周休三日 有鉴于此 网友在去年劳动节前夕 在网络平台发动了周休三日 联署提案 随即通过了群众联署 还有复议门槛 但政府回应 周休三日涉及诸多法规修正 对经济 交通 医疗 照护 治安 国防 民生等各方面有重大影响 有待周延配套 还有高度社会共识 才能进一步的讨论实施 我们也要去想配套措置 像是如果是长照产业也好 或者是服务业 或者是餐饮旅宿业 这些行业别 其实他们如果说周休三日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产业外移的印象 是会很大的 北欧五国之一的冰岛 2015年到2019年 就进行大规模实验 同步将每周公时 从40个小时降到35到36小时 英国 比利时 西班牙 丹麦等国 也陆续展开推广计划 新加坡更是已经公布了 新的就业准则 老公在2024年12月1号开始 可以向雇主提出周休三日 增加远距办公天数 或调整公时等弹性上班要求 台湾目前网友讨论的周休三日 两种版本 一种是休三天 但月薪会扣掉五千左右的薪水 第二是休三天 把多休的那一天 分担到另外四天的公时 但民众跟人力专家表示 若多休一天还要扣薪 等于变相的五薪假 分担到其他天变成是加班换假 对员工来说 恐怕还需要更多的配套作识 还是要看产业别 像是在欧美 虽然有些国家已经施行了 但是因为他们产业别 是有很多种类 那像以台湾来说好了 还是要去考量到 我们有服务业也好 科技业也好 不同的产业 他们不但是排班 轮休的这个制度不同之外 还有他们薪资的急剧 可能落差也蛮大的 如果因为减薪 然后有休假 那就好像放无薪假一样 相信多数劳动者都希望 如果能够实时的加薪 那比这个 所有的周休三日 那减薪可能来得实惠一点 周休三日讨论甚多 但多休这一天 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 是否能让民众买单 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TVS新闻六号来明 台北财报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